在错的时间遇上对的人 遇上了刻骨铭心的人 遇上了你太在乎的人 只能做情人 但这也许就是一场悲剧的开始 痛测心扉 痴心裂肺的阵阵感受 也许整日的流泪满面 苦苦思念会一直伴随着你 你会觉得有时世上最痛苦的事 冥冥孙孙的爱着 却不能在一起 但我就想不明白 情人真的幸福吗 情人真的知足吗 这分明是自欺欺人 相爱却不能相守 相知却不共度耻生 你的真爱换来的是泡影 当你看到日思夜想说爱的人 拉着别人的手 当你看到日思夜想说爱的人 把别人拥抱 你的心还能那么平静吗 夫妻之间久了 感情就是那种平淡如水 遇见自己心动的人 就会渴望初恋时的那份激情 要是遇见一个懂你疼你的人 更会奋不顾身 万人追不如一人从 万人疼不如一人懂 但如果你们真的结婚 未必合适 爱是因为没有得到 所以爱得死去活来 如果变成爱人 男人又会对另一个女人 说这样的话了 男人越玩越腻 女人越陷越深 贪心了就真的会痛 或外情因为得不到而美好 如果得到了 还不是一样采你油盐过日子 所以静下心来 好好生活 情人痛苦 做情人背后隐藏着多少泪水和悲伤 你却不知道你做了别人情人之后 同时伤害了别人 让别人也跟着痛苦 让别人也暗自流泪和悲伤 不如做朋友 做自己 知己是互爱 是心境的相通相惜 珍贵在心意达通 朋友也有温暖 温暖就是有一个愿意陪伴你的人 而陪伴就是最温情的告白 东窗事发后 我想这一刻肯定是气 恨 嫉妒 是痛 是泪水 既然做不了爱人 就不要选择情人 这是自己找罪受 做人要有底线 把握度 如果让我选择 这辈子我不做情人 一心一意做一位贤妻良母 遵守三从四德的好女人 下辈子 下下辈子 也不做情人 做一个富唱富水 明明白白 堂堂正正 规规矩矩的好老婆 所以不管男人女人 千万记住 用对情人的柔情 来对待自己的老公老婆吧 她才是陪你到老的人